为保政权稳固 北京引发新一轮贸易战吗 习近平主动宣战全球企业 七个月中国人存了十万亿巨额资金 无处可去 这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表示 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要求要加大力度 推动国家主导的制造野模式 为此提供了数以十亿纪元的新补贴和信贷 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的经济活力 习近平提出来的新制生产力 成为了当下经济的流行词 其所谓的新并不意味着转向新的增长模式 而是习近平试图借此来完善 他对国家要支持哪些制造业的构想 从本质上来讲 这句口号是呼吁打造中共希望的 在未来占据主导地位的产业 例如电动汽车半导体和绿色能源 同时保持中国在钢铁等些老行业的传统优势 习近平对制造业注入的强心计 却挤压了世界各地的企业 也引发了对新一轮全球贸易战的担忧 中国再一次开足马力 扩大出口 而这一次竞争对手无处可躲 今年4月份的时候 美国财长耶伦访问北京 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 对全球的影响 向中共的领导人发出了警告 在今年的1月9号的时候 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题为 习近平可能引发另外一场贸易战的文章 当中就写道 中共的领导人痴迷于锂电子电池 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 习近平宣称 此类的技术将成为经济的支柱 他正在投入巨资来确保这一目标的实现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年当中 他的雄心壮志将被全世界所感受到 中国的制造业出口繁荣 很可能导致贸易战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在马赛诸塞州的一家初创公司 压住硅晶圆 这是太阳能电池板当中的一个高科技组件 由于中国多余的晶圆流向海外市场来销售 导致价格暴跌70% 这一家马赛诸塞州的初创公司 今年早些时候被迫暂停了建厂的计划 并且遣散了工程师和其他的员工 另外智利的铁矿石开采商和钢铁制造商 也正在面临大量廉价中国金属带来的冲击 智利的铁矿石开采商和钢铁制造商CAP 本月表示将无限期的关闭 位于在智利中部的一个大型的钢厂 此举将导致约2200人失业 该公司表示尽管政府提高了 对钢条和其他的进口产品的关税 但是仍然无法与低价的中国金属来竞争 欧盟最近决定对进口自中国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 这无疑是紧张局势加剧的最新的迹象 美国在今年早些时候提高了对中国钢铝电动汽车 太阳能电池还有其他一些产品的关税 土耳其提高了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 而巴基斯坦提高了对中国文具还有橡胶的关税 其他国家也开展了反倾销的调查 以查明中国商品是否以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来出售 印度正在调查中国的颜料和化学品 日本在调查电极产品 英国正在调查挖掘机和生物柴油的进口情况 阿根廷和越南则正在调查中国的微波炉和锋利发电塔 政策顾问解释表示 习近平希望中国必须要建立一套全方位的工业供应链 以便在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实施严厉制裁的情况之下 能够保持中国国内经济正常运转 顾问们还表示 在习近平看来随着与发达国家紧张关系的加剧 产业安全是中共稳定的核心 这使得中国除了通过投资出口来稳定疲软的经济 并且创造就业 同时弥补中国国内建设的损失之外 几乎别无选择 而结果就是失去工作的可能不是中国工人 而是巴西的钢铁工人 欧洲的化学工程师 和美国的太阳能电池版的制造商 该报道表示中共政府的补贴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 如今正在大幅的增加 数据供应商万德的数据显示 2023年深圳和上海市的上市公司申报的政府补贴总额达到了330亿美元 较2019年的时候增长了23% 中国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获得了约合7.9亿美元的补贴 是2022年补贴额的两倍 其他获得补贴较多的企业包括了中国石油 中国移动和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根据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表示 目前99%的中国上市公司都披露了某种形式的补贴 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甘斯德表示 中国将GDP的4.9%用于扶持产业 这一比例较美国 德国和日本高出了数倍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艾伦表示 他最近与中国最贫困的农业省份之一的省长举行了会面 从中他可以感受到习近平对发展制造业的执着 当时艾伦向这位省长询问他的经济优先事项 省长列举了半导体 软体 生物技术 机器人 航空 航天 电池和电动汽车领域 这令艾伦吃惊 他说 我原本以为解决大多数农村居民的迫切需求 比如提高农业收成可能会是他经济清单上的首要任务 从金融层面扶持的闸门似乎将继续打开 中国的央行在4月份的时候表示 已经设立了一项规模约700亿美元的新机制 将推动银行向科技企业放贷 5月份的时候 一个旨在为半导体生产提供融资的国家基金 从中国的国有银行和其他政府关联的投资平台 筹集了480亿美元的资金 从某些方面而言 美国是受影响最小的国家之一 因为美国对许多中国商品征收高额的关税 这有助于保护美国工人 但是如果中国生产过剩的情景继续 华盛顿方面扩大美国制造业的目标又无法实现 而眼下一些行业 尤其是可再生能源正在感受到压力 韩国企业集团韩华旗下的一家全球清洁能源公司 在美国拥有大量的业务 该公司最近表示 他们还有其他的同业 每个月的损失 以数百万计的美元来计算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是一个分析贸易问题的联邦机构 该委员会在六月份初的时候批准了一项反倾销的申诉 该申诉由美国太阳能制造商发起 他们指称中国公司生产的太阳能电池和组件 在美国销售低于市场的价格 并且获得了不公平的补贴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还说 世界其他地区承受的冲击更大 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市场 欧洲汽车制造商已经裁员了预一万人 柏林默卡托中国研究中心的分析师雅各钢特指出 过去一些国家并不介意中国的产能过剩 因为许多公司 比如德国的汽车制造商 受益于廉价的中国产的零部件 但是现在中共产业政策正瞄准西方经济的心脏 在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五月份发表的一系列的文章当中 中国政府为其制造业和出口能力进行了辩护 称这对世界来说是个好事而不会构成问题 并且表示美国及其盟友正在炒作中国产能过剩 以便为自己谋取竞争优势 中国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六月份的时候 于中国大连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讲话时就表示 中国企业生产的电动汽车 锂电池光伏产品等等 首先保障了中国国内的需求 同时也丰富了国际市场的供应 他也表示中国制造业优势的真正根源不在于政府补贴 而在于庞大的规模 这有助于贪薄成本 政策顾问以及与中共的官员进行过商讨的人士表示 中共的官员现在正在大力的否认中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因为中共政府不想为华盛顿布鲁塞尔等一些方面加征关税 或者是采取其他的报复性的行动来提供理由 不过习近平的一些最亲密的副手在内部提出了一种担忧 即政府的支持可能正在导致电动汽车电池等些领域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 降低这些行业在商业上的可行性 中国欧盟商会的前主席 现在是华盛顿咨询公司DGA的合伙人 伍德克就表示 大家都在中国生产东西 但是没有人赚钱 习近平面临的风险是与21世纪初前10年的第一次中国冲击波不同 当时廉价的中国制造业在美国消灭了约200万个就业岗位 但是也让西方消费者受益 中国最新的据说可能会引发非常多的保护主义措施 中国最终不会找到多少规模可观的市场用来销售产品 另外来自路透社的报道说 中国的投资者正在遭遇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 北京方面的警告已经成功的减缓了近几个月以来 由于缺乏更好的现金存放选择而引发的政府债券热潮 路透社的专家文章表示 这导致了大量的资金无处可去 以前当房价下跌的时候 家庭会购买股票 当股票下跌的时候 人们会涌入房地产市场 但是当两者看起来不稳定的时候 更多的资金就会进入银行的账户 今年银行提供的储蓄利率很低 股市低迷 房价仍然在下跌 这便让中国政府债券成为了明显的避风港 但大量的购买债券的速度 也带来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后果 5月份的时候 新债券发行价格飙升25% 两个月之后 中国人民银行意外的降息 这又引发了另外一场的反弹 有可能将收益率推低至低于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水平 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的央行强烈的建议银行冷静下来 不要再购买投机性的债券 此类的警告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中国国债期货最近几个星期遭遇了抛售 不过银行并不是唯一的买家 渣打银行估计 今年前七个月 投资基金占到了债券购买量的53% 部分需求可能来自家庭对低迷的存款利率的不满 高盛估计中国第二季度累计超额储蓄减少了约1000亿元人民币 至3.1万亿元人民币 让中国金融机构提供更多于海外市场挂钩的投资产品 应该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另外根据路透社本月的报道表示 需求是存在的 但是中国国内的银行一直在争相的提高北京规定的配额限制 而中国媒体搜狐当中的一篇文章就表示 从2020年初到2024年1月份 中国国内的家庭大约往银行账户里面 净存了58.24万亿元 且其中高达82%都是定期存款 这4年新增的存款总额相当于2009年到2019年这10年的总和 该文章表示 2022年的时候中国国内家庭的存款是17.84万亿元 2023年的时候中国国内家庭存款是16.67万亿元 但是到了今年前7个月 人民币存款增加10.66万亿元 其中家庭存款增加了8.94万亿元 考虑到还有5个月的时间 今年家庭存款大概率又会突破10万亿元 另外该文章还说 从2022年到2023年 这两年家庭存款的总额都在15万亿元以上 是由统计数字以来增长最多的两年 且其中还没有受到大大小小不同银行下调定期存款利率的影响 该篇文章还说理论上来讲 银行存款利率下调是可以刺激人们消费而不是储蓄的 因为储蓄的收益率降低了 人们就有更大的动力去消费 而不是继续的去储蓄 这几年美联储一直维持着极高的美元利率 就是因为市面上的钱太多造成了通胀 因此提高了存款利率 吸引资本回流到银行 把通胀降下来 但是中国和美联储恰恰相反 因为消费不足 消费冷清 所以不断的降低存款利率 就是要吸引钱流通到市面上 把通胀升起来 盘活经济 但是存款利率的下调并没有能够撼动人们的消费习惯 答案可能就在于这一轮的经济周期 彻底改变了家庭的消费观念 以至于如何降低存款利率都无济于事 首先是新冠病毒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冲击 让许多人意识到 没法出去工作 没有收入 是真的有可能发生的 这一点撬动了人们过去高消费的传统认知 而房地产则是彻底改变了这一点 过去中国人讲消费升级 不是说人们的收入增长的有多快 更多的还是房价上涨的有多快 这决定了一个家庭倾向于高消费 还是消费降级 在所有的家庭资产当中 房地产占比高达七成 买房不是刚需 但是买房自住 加上房地产保值增值的投资属性 那就一定是刚需 当房地产没有止跌回升 人们的消费观念就很难 随着存款利率的改变而改变 而房价仍然在持续的下跌 根据中国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7月份 中国国内的新建住房的价格 年度跌幅达到了4.9% 创下了自2015年6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减10.2% 已经是连续三个月出现两位数的跌幅 除此之外 在过去的四个交易日当中 中国股市也出现了低量 创下了近四年以来的新低 在股市楼市双重绞杀之下 市场正处于磨底当中 而不管是房地产的投资者 还是股市的投资者 情绪都已经非常的低迷 在这样的情势下 人们对存款的意愿也只会有增无减 但是文章表示 这还不是不消费的全部因素 正如过去七个月新增的十万亿存款一样 存款的是极少的人 没有钱消费 而不是存款不消费 依然占据了大多数 文章说财富分化在最近几年 可能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受到宏观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对普通人来说 在这一轮的放缓周期之下 应该是受损最大的群体 找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 职场环境变得更加内卷了 连带着自己的收入也开始面临下滑 而在没钱消费之下 不管是普通人还是少数的富有群体 则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消费降级 消费降级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哪怕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也没有能够扛得住 不管是北京还是上海 2024年上半年的消费各门类 和去年同期相比 均出现了负增长 而家庭存款的下滑 也不意味着今年人们在消费上投入的更多了 而是钱该存进银行的 基本上都存完了 毕竟在今天还能够在银行里面 进行大额存款的 基本上都是极少数的群体 该篇文章还说 他们的存款在过去两年时间当中 已经存得差不多了 在80%都是定期存款的结构之下 往往意味着 如果不是重大事故发生 这笔钱根本不会被拿来消费 消费当然还是在发生 一个人不可避免 要吃饭 要理发 要喝东西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离不开的需求 但当消费开始降级的时候 理发从一个月两次变成了一个月一次 甚至两个月一次 吃饭只是20块钱以下的 哪怕是出去聚餐 人均过百的也基本不再考虑 这些消费行为没有变化 但实际上的支出却开始减少了 这就是真正的消费降级 对大企业来说 能够通过各种手段去降本增效 互联网大公司有的财报很好看 有的为了追求增长 牺牲了当前的利润 这些对于大公司来说可能都不是事 他们的扛周期性更强 扛不确定风险也更高 但是对于更多的中小企业 乃至是个体户来说 他们的营收下滑是实实在在的 去理发店理发的频次减少了 换来的就是理发店的营收和利润下滑 去饭店吃饭的客单价格降低了 对餐馆老板而言 那就是实打实的收入下降 最终个体户中小企业的收入下滑 又会反过来去固化他们的消费习惯 形成螺旋式的下跌 刺激消费的难度不言而喻 在过去的上半年 中国官方降低了存款利率 下调了房贷利率 还提出了消费品已旧换新 甚至对楼市解除了几乎所有的限制 但是这些措施还没有很好的反映到数据上来 更多的中国国内外的经济学家们振臂高呼 要给全民发钱或者是消费券 刺激他们的消费需求 也有美国财长耶伦一针见血的指出 家庭消费占GDP比重不重 应该增加家庭消费的比例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很难 不消费当然不是因为有钱 恰恰是因为没钱 少数群体消费始终不变 对宏观上的影响不大 多数人收入下滑 不确定性增高 没钱或者是不敢消费 这个时候要做的除了考虑发钱 这一种可能性之外 还不得不增加居民的收入 尤其是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消费疲软的困境 但是这些通通不是一蹴而就的 提高居民收入不仅仅需要勇气 更需要智慧 而市场的耐心在预期的未来 仍然将面临考验 再次进行 感谢观看